嗨,大家好,欢迎收看波哥王虎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绑钩子的方法 首先我们绕一个圈,然后拿来一个钩子 先用大钩做一个释放 等一下再用小钩来做释放 然后去适当的距离,两个手指穿进去 然后我们开始呢,把线调整好之后呢,开始交叉 我们要绑个几圈呢? 一般的话是7到8圈就可以了 根据你自己钩子的大小来选择一个合适的圈数 这样交叉滚子板钩,这个方法叫滚子板钩板 然后收紧这根短线 再收紧那个长线,这样就是初步绑好了 接下去呢,我们要用那个板线钳 来把它拉紧一下 插住后面部分,然后锦线 这个步骤非常重要,不然钩子会闪掉了 最后就是收尾了,把那个线剪掉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我们用那个小钩子啊 然后用那个尼轮线来做一个长势 就是开始的时候,注意钩子的一个朝向,朝下的还有线的一个长度 还有手的一个留的距离啊 快速长了之后呢,就可以收紧细 把这个短线和长线都收紧 那整个鱼柜就板直完成 那整个鱼柜就板直完成 就是这样的一个还设置 最后的想要是打算